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再犹豫了 磕了头就可以回家 再说 你一刻不出去 乡亲们就为你一刻悬着心的 把刘闯压上 快 刘闯 跪下磕头吧 咱们 不请愿是吧 不请愿就押回牢房 刘闯 快磕头 磕头啊 刘闯 老姚 你让老子叩拜祖宗 我问你 他是哪家的祖宗啊 刘闯 你放肆 今天当栋顶撞彭老爷 难道就不该磕头谢罪吗 告诉你 除了祖宗我谁也不败 来呀 把他家里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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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你看 老爷 你看 是 给脸 不养脸 押过去 养脸 走 老爷 走 老爷 走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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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闯哥给他磕头赔罪 刘闯哥能干吗 胡子爹就一个人回来了 靳妙哥 你说怎么办啊 老话说 人多势众 只要咱们带着几十号相亲 去找彭霸天 兴起啊 能把刘闯弄出来 就算相亲们都去了 彭霸天能放人 就是 你忘了 今天是他招待四方宾客的 大喜日子 只要咱们把相亲们带过去 就说是 给彭老爷道喜 说起讲话 这样他总不会拦着吧 只要咱们人进去 就当着他们宾客的面求情 看他们怎么办 彭霸天一向心狠手毒 尽管咱们人多 可吃手公拳的他会怕吗 他来狠的 咱们就来损的 几十号人堵在大门口 又说又唱 又闹 他要是不给咱们面子 咱们就把他酒席 给他搅个乱吓闹 这样行不行啊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那你说怎么办 前怕狼 后怕虎的 刘传可正受折磨呢 他都是为你们打鱼的出头 跟我王金彪可没关系啊 金彪哥你别生气嘛 黑骨他不是那个意思 就是我比谁都想救刘传 当断不断必有后患 那你们说 我这个主意到底行不行 行吧 喝出去了 你啊 刘传还是那火爆提起啊 可不 在彭家墩呢 就他敢跟彭霸天对着干 黑骨和客骨他们呢 他们不一样 他们也不是闹肿 每次聊闯闯的话 都是他们一起想办法 大伙心可急着呢 我听胡子爹说 王金彪也是个能人 是 在彭家墩呢 他也敢跟彭霸天对着干 只不过 他的渔航 抢了彭家渔航的生意 彭霸天呢 把他的渔航给砸了 快来 来 趁热吃 哎呀 快吃吧 快吃 娘 您不吃啊 我不饿 你吃吧 脸倒是没怎么晒黑 身子骨啊 壮实多了 你走这几年 你跑到哪里去了 我呀 去一个好地方 你走就是好几年 把娘给想坏了 你跟娘说实话 外边是不是有男人呢 娘 你放心吧 我要是真有那个打算 肯定首先跟您商量 娘 我要去一趟胡子爹家 看看刘闯事情怎么样 捉个鲤鱼十八斤 轩鱼少打杂鱼十斤 我那鱼至少有五十斤 我明明的 下一个 老东一点 是你老眼昏花看不清 你走 下一个 快走 下一个 快走 下一个 黑骨啊 你跑哪去了 怎么了 咱们打的那矿鱼 他们才给算了三十来斤 才三十来斤啊 他们太欺负人了 不行 咱们得找他们说说 爹 这事先顾不上了 刘闯的事要紧 闯了 他又怎么了 ,彭把天传出话来 明天要送他见官呢 说他痛去衙闻的红军 哪让他活着回来 红军 那他 这一死啊 彭把天传整死刘创他 这 那可咋办呀 今必要出了个主意 咱们全村的人家 都去给刘创说警了 人多面子打他 彭把天传不能不答应 多个鲤 五斤 走走,下一个 好 那咱们都去 好 我去找人 你也去找找人 下一个 走 轩林烧假 杂鱼酒精 下一个 乖 乖 小鬼子 你去打听一下 我看他们今天晚肯定有事 是 好的去 好 再讲下去 刘闯可要遭大罪了 我今天 你有什么好办法 秋菊 黑国 还有金彪他们 正商量着要把乡亲们都拉去 当着彭把天的宾客 为刘创求情 可我担心啊 彭把天不会吃这一套 可是他们人多势众 这个都不行啊 彭把天总是吹 彭家顿是铁板一块 如果乡亲们突然抱起团来 吃把他会恼羞成怒 哪怕当面不翻脸 暗地里也会把带头的收拾了 霍子天 我去见彭把天 你去 对 我去 我现在的公开身份是教育专员 去见他也很正常 那好吧 那我就告诉金彪他们 要他们先别出的露面了 好 金彪 非得被刘创的事 去跟彭把天闹 我也不是为了他 这些年彭把天找到的麻烦 你就忘了 你天哪 彭把这个机会 这股恶气啊 也该吐出来了 彭老爷 彭长哥的说 那帮你一腿怎么好像要闹事 我们想干什么 说是来府上给刘创求情 一律不准 他们人可是多 今天这日子 怕什么呀 既给你一腿子还能闹分了天 这 去看看那个小子服软没有 是 刘创 我告诉你 今天彭老爷宴请贵客 不想沾心带血的不吉利 你说你这是何苦呢 老妖 你靠着我算什么本事 有本事你放开我 你都这三个样了 还嘴硬呢 听我一句劝 实时务者为俊杰 乖乖的给我们老爷磕个头谢个罪 我就算了 我现在就放我出去 你要是想磕 带着你妈磕去 你 好个刘创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域无门你非几进来 等死门 开鱼行啊 就是红湖上最多钱的买卖 彭马天 就是靠着开鱼行发达起来的 我就不信 我王金彪的鱼行开不起来 谁呀 谁呀 是我不走 走走 客户 来 怎么样 金彪狗 人都约齐了 起码有三四十个人 好 人多事大 横八天的酒宴呢 差不多开始了 咱们走 走 走 胡子爹 胡子爹 你怎么来了 胡子爹 有事啊 金彪啊 你们先别去彭家大院了 为什么 有人去保留筒了 你们先去反而有坏事 谁能有这么大面子 是韩英 韩英 燕姑回来了 什么回来的 天黑前刚到 韩英现在是 县政府的教育专员 彭八天总要卖她点面子吧 让她去试试 可她要办不成 人都散了 那刘闯的事不都耽误了吗 那你们就先把大家拢住啊 万一韩英求情不成 你们再去也不迟 听我的消息 千万不要妄撞 好吧 那我走了 这胡子爹 你不相信韩英呢 他不相信我呀 真是的 金妙哥 你说怎么办吗 对 怎么办 我还是低估 她一个女流之辈 单刀附会 能保守流创员吗 那彭八天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啊 你们要是听我的啊 赶快让乡亲们去彭家大院 人家都堵在门口 也算是给韩英战脚助威 好 走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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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诸位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王冠朝先生 就是本人的小旭 是 他是在大英帝国留学的经济学博士 毕人王冠朝 现在汉口的渣打银行任职 今后诸位有什么需要毕人帮助的 请多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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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鱼啊 请多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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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listener 请請多关照 请多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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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Ą 娘 您在吵什么 不知道啊 老药 老药 老爷 老爷 你这大门吵外边 老爷 王金彪带着喜事好人 说是跟您唱喜歌的赶都赶不去 你是吃干饭的 这台戏唱得好啊 还能在里边咄咄逼人 王金彪在外边剧重闹场 老爷 我看乡亲们是问刘闯来的 这大喜的日子您犯不着跟他们生气 做个顺水人情吧 这是存心跟我过不去 大鱼呀 来吧呀 小鱼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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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鱼吃吧 少鱼吃啊 快去 天保 сказал 快点 爹 观潮说 先放上那个流场一回 咱们不能看病 一起来看笑话 爹 老爷 你说怎么办啊 好吧 让他给祖宗磕完头 滚蛋 彭家的列祖列宗在上 看看这些不孝的后代吧 这个日子是过不下去了 你瞧瞧 你瞧瞧 他在祖宗院前说的是什么话呀 我去找老爷 兄弟啊 不要冲撞了祖宗啊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时候一到 现世就报 我上门去 兄弟啊 兄弟 他说的是不重听 可是他是个粗人呢 也说不出什么好听的 你何必 何必再让老爷创新呢 赶紧让他走 免得一天到晚这个惹事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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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啊 你给我记住了 你是怎么对我的 以后走夜路小心点 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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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者不来 来者不善 韩武的丫头多年不露面 这一露面就出了那么多的岔子 老爷啊 马上让赵云阳去心底查个清楚 韩英是什么烂头 另外呢 他那个教育专员的头衔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 等等 你再去找谢十三 让他教训教训那几个领头的 告诉他 事情办妥了 我给他献大洋 明白 刘闯啊 刘闯啊 今天能出来 得好好谢谢英姑 金标他们呀 我会永远记在心里的 刘闯 胡子爹为你这个事情啊 没嫂操心 知道 这些人 碰把天 可知道咱们的厉害了 是啊 对 没错 刘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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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és 刘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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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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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这是怎么了 我们家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冰块全忘了 捡了二十块他要买的 你管你怎么还 他妈呢 这是谁干的 老子非要跟他拼了不行 别动 走 干了 快快快 走 滚 滚 金彪 金彪 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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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跟姐说怎么了这是 一会儿 有人打进家里来了 谁打的 老爷 太太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都办妥了 那个王金彪吗 大概 现在已经被房子办了 告诉彭掌柜 在柜上准备两百块现大营 谢十三的人来了就给他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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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大哥 人带来了 站住 十三爷就这么招待恩人吗 恩人 三年前在小龙口 十三爷说过呀 从此以后我王金彪就是您的兄弟 你 你就是那鱼饭 十三爷被保安团追杀 躲在我的船舱里 那个时候你可没嫌弃我是鱼饭子 我当时给了你二十块大营 咱都两清了 十三爷盖世英雄 就值二十块大营 这话我爱听 看座吧 坐 坐 十三爷绑我来 是要喝酒还取救 拿人钱财与人消灾 有人出了献大洋 让我做掉 是彭霸天 没错 彭老财出手是一向大方啊 你一条命就值两百块大营 十三爷 这生业我不能不干哪 十三爷 你别又跟我提当年救命之人的事啊 我现在也是在商言商 哎 哎 当初在我的船上 十三爷您说过一句话还记得吗 什么话 你说 什么时候咱们爷们也能想想彭霸天那样的福气 忘了吗 哼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这个梦我是天天都在做 可有什么用呢 哼 他彭老财 现在眼看着是越来越发达了 我是替十三爷您咽不下这口气 凭什么他彭霸天山珍海味的吃着 丝绸的被子盖着 漂亮的丫鬟搂着 云土的小院抽着 而你十三爷且呆在卢尾档里喂蚊子 为了屈屈两百块大洋 就得见一身自家兄弟的血 够了 姓王的 你再点消遣吧 大哥 这小子太啰嗦了 得腿拉出去做了 咱搞禽民傻 就是 对不住了 下辈子回报你吧 十三爷 走走 十三爷 快点 这机会就在眼前 走 你不能白白错过 快点 你会后悔的 慢着 什么机会 我可以帮你打下彭家大院 和十三爷共享富贵 你小子是王八吃多了 不坏了脑子吧 那彭老财有二十五支长枪 有四支短枪 还有一挺机关枪 我去打他 他来打我还差不多呀 单凭你那几条枪是不行 可是加上我王金彪就可以 好 我先不做你 今儿你要不给我说出个名堂来 我就直接把你送到彭老财那儿 你个小愚方 还居然敢打他的主意 有什么不敢 徐家湾的女腿子早就闹起来了 他们砸了大户 抢东西 分钱分房子分地 这发大财的机会 难道您能让给别人吗 发大财也得有命 我可不想让我那帮兄弟去挨那个枪子 没那么可怕 他的枪是好 和使枪的人绝对不如你的弟兄 你甭废话了啊 你以为我没动过他的念头啊 我只是打不开他的大门 这大门打不开 可彭家大院才还有后门啊 后门 没听说过 他家的后门啊 就在祠堂内 外人根本就不知道 从祠堂那儿进去 就可以打开他家的后门 那也能怎么样 他就不能架挺机关枪 他就一挺机关枪 舍不得放到后门 他就不能有把锁 当然有锁 可偏偏呢 他这钥匙在我这儿 王清彪会有危险啊 只怕凶多鸡少 这套把戏 彭把天搞了多少年了 他想杀谁 就花钱让扶匪去干 自己还装够没事一样 彭家顿着天快凉了 心张老张也起碎 彭把天数大为神 要先问他不容易啊 好 县美指示我们 先一步一步地发动群众 组织骨干 一旦实际成熟 就搞武装包装 好啊 骨干倒是有几个 可这发动群众 难哪 为什么 这个呀 就得说白集会的赵姨阳了 白集会 那钥匙啊 是我们打扫祠堂的时候发现的 在那放了好多年了 我们试过 能打开 行 只要你配合我打开后门 这给生一个就定了 我想要两支枪 我谢某还没拿到好处 就得先付利监啊 你总不能让我拿着刀子 去跟他们拼命吧 再说万一要是有机会 我可以一枪先把鹏八天干掉 这样不还省了你的事儿了 好 就给你支汗扬灶 咱们是一个小屉08 一顿来说 这个是一顿来的 要好 那下面